这个超市店长真的太坏了 竟然诬陷一个小学生偷东西 以此来敲诈对方家长一大笔钱 可是当家长前去交赎金和风口费时 店长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害 今天为大家带来 悬疑烧脑人物关系也十分复杂的 也是当年最畅销的小说改编的同名作 再会 原来死者不仅是勒索妓子的敲诈犯 还是妓子发小左九尖职人的哥哥 左九尖秀人 我们简称为秀哥 秀哥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欺负弟弟和他的好友们 弟弟职人对此也是打不得骂不得默默忍受一切 这天 当妓子得知秀哥将自己的儿子小树关在店里 并以此勒索一百万日元后 妓子焦急地打给前夫时辰一起想办法 因为小树好不容易被一所名校录取 一旦这件事情曝光 无论孩子是否是被冤枉的 或多或少都会对小树的声学有所影响 前夫时辰二话不说 就带着准备好的一百万 从东京回到小镇跟妓子一同去了结此事 深夜 当他们来到店长办公室时 发现对方早已被人杀害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时辰拉着妓子赶紧逃走 但是妓子突然想起 那盘路有他诬陷小树偷盗的视频光盘还没找到 可是无论怎么找 还是找不到 时辰觉得秀哥本身就是个贪得无厌的坏人 很有可能早就把光盘藏了起来 以便于日后不断地敲诈他们 妓子也只好放弃寻找 和前夫时辰慌乱地逃离了这里 巧合的是 调查此案的警官刚好也是妓子和时辰的发小飞哥 秀哥的葬礼上 四人见面分外开心 但是当他们得知是飞哥负责这个案件后 其余三人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紧张的神色 根据调查 死者是佐久坚家族社长的大儿子 因为平时做了很多坏事 可能仇家也比较多 而一直被他欺压的弟弟之人当时还在韩国出差 所以排除了争产是凶的可能 有目击者称 小镇美发店的老板娘 季子 在案发当天的白天跟死者见过面 季子当然不敢说出实情 只好说是儿子小树那天在超市丢了钱包 于是给母亲季子打电话 所以二人才会碰见 而季子的前夫时辰也证实了 在案发时分 他和季子都在美发店商量儿子就读小学的情况 临走前 季子突然问起了飞哥 为什么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联系过大家呢 飞哥笑而不语 对他来说 没有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 因为他的难言之隐 后续我们才能慢慢知晓 和飞哥搭档一起调查此案的南梁警官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从死者被害的子弹中调查出 凶器竟然是一支N60型号的 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日本警察的配枪 从枪支编号查出 这把枪原来是属于石神父亲的 原来在二十七年前 石神的父亲亲缘是小镇上的一名巡察 在一场抢劫案中 抢劫犯和清缘巡察 非常离奇地都死在了森林里 其实 早在当时清缘巡察的配枪就已丢失 怎么会在二十七年后 再次出现在另一起命案中呢 所以飞哥召集了当年的几位好友 四人一起挖出而是埋葬的时光宝盒 也揭开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年还在读小学的四人聚在一起 因为职人一直被哥哥欺负 所以这次他们决定去给秀哥一个教训 可谁知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恶性抢劫事件 在去往职人家的路上 他们听到了两声枪响 就想着赶紧逃出这片森林 可是职人不小心摔倒了 妓子和食神为了保护职人就赶了回去 飞哥也跟大家走散了 大家焦急之时 听到了第三声枪响 他们担心是飞哥遭遇了危险 于是找啊找 终于找到了躲在一旁瑟瑟发抖的飞哥 当时他们没有多想 都以为飞哥是因为枪声才吓成了这样 更没想到的是 几人在不远处 发现了抢劫犯和食神父亲的尸体 食神很伤心 于是偷偷拿走了父亲手上紧握着的手枪 作为纪念品 藏在了时光宝盒中 这也成为了 四人默默守住多年的秘密 当时还有很多报纸都在报道 是抢劫犯和警察勾结才去抢劫银行 后因分赃不均 食神父亲才会打死同伙 而食神和死去的父亲 这些年一直背负着罪恶的骂名 可是 如今那只被四人偷偷藏起的手枪已经不见了 加上秀哥就是被那只枪杀死的 而时光宝盒上面的密码只有他们四人知道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就在他们四人之中 没过多久 南梁警官来到了大家吃面的拉面馆 带走了食人 原来案发当天 食人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推翻 食人早已从韩国提早回到日本 而且高速上的系统 也成功读取到他的车牌号和行驶照片 食人没有再说多余的话 支付了大家的拉面餐费后 就跟南梁警官回到警局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他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秀哥的凶手 因为他长期被大哥欺压 案发当天 对方还嘲笑他是个窝囊废 胆小鬼 所以才会一气之下杀害了大哥 然后把枪扔进了大海 虽然看似一切合情合理 但飞哥认为 这案件似乎另有隐情 也许 食人一直在包庇凶手 其实 飞哥一直认为 凶手会是食神 因为他早就查到食神和妓子的儿子 在案发当天 被秀哥诬陷在超市偷东西这件事 而食神的车子 在他们埋枪的小学校园停留过 食神也毫无隐瞒地 交代了案发当天的经过 在他接到前妻妓子的电话之后 就知道秀哥这种贪婪的人 会一直拿诬陷儿子的证据 来不断地威胁他们母子 所以他在去见妓子之前 回到学校翻出时光宝盒 令人惊讶的是 在他之前 已经有人把枪偷偷带走了 但是当年他们埋得那么深 妓子一个女人 是很难在那么短时间内挖出的 所以 食神觉得 凶手很有可能是飞哥或是职人 因为飞哥小学毕业之后 便不再与大家联系 如今再次重逢 也一直对大家有所隐瞒 于是 飞哥还是找到了职人寻找真相 职人认为 27年前大家受到惊吓的遭遇 自己应该负上很大的责任 因为当年大家是为了帮他出头 找大哥理论 才会在放学后 经过那片森林 而报纸上也报道 当时还是警察的实险父亲 也是因为看到儿子经过 才会愧疚合谋抢劫 而开枪自尽 所以这一切 在职人的心里 都有着深深的烙印 如今 其余三人之中 无论谁是杀害大哥的凶手 他都愿意为其顶罪 虽然职人说 自己不是凶手 但他还是知道 那把石枪的下落 飞哥来到了职人家 可是翻遍每个角落 都没有找到那把 原本被他藏好的石枪 不过 职人的母亲告诉飞哥 妻子在他之前来过这里 取走了一样东西 如果说 职人和石神都不是凶手的话 那么职人所维护的 应该就是妻子 与此同时 石神的现任女友也坦白 在案发当天 自己曾联系过继子 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个小小的举动 影响了几个人的命运轨迹 原来在继子打给石神 一起解决儿子 被秀哥诬陷的事情后 石神的女友仪器之下 打给了继子 警告继子以后 不可以再联系石神 那么很有可能案发当天 继子决定一个人 去找秀哥解决问题 但一切都只是猜测 因为继子带着儿子小树 已经逃离出了小镇 原来在十几年前 继子来到职人家 请教对方数学题时 恰好碰到了 醉醺醺醺回家的继哥 继哥如往常一样 近来就翻弟弟的钱包 打算抢走 继子看不过去 就过去与之理论 还没等继哥动手 继子一个巴掌打了过去 就是这个巴掌 将继子送进了万丈深渊 当时继哥什么都没说 就离开了他们的房间 继子离开直人家后 直人一直没有等到他的电话 还看到继哥满身泥土 得意洋洋地回来 直人预感到 继子可能会遭遇危险 当他追了过去 看到路旁的自行车 追悔莫及 愤恨都不足以形容 他那时的心情 于是 他回到小学校园 挖出了百宝箱 偷偷拿回了手枪 只不过 当他回家后打算下手时 继哥已经醒了过来 与其时机不对 倒不如说是职人懦弱的性格 让他因为此事悔恨至今 毕竟 继子在他的心里 并不止好朋友那么简单 而那把手枪 也在争执中 落入了继哥的手里 此时 作为继子前夫的食神 才终于明白 当年继子坚决地跟他离婚 原来是有那么多的难言之意 当初食神和继子一起 在东京打拼 好不容易 熬到拥有自己的事务所 可自从意外地碰到 同样在东京 做小混混的继哥之后 继子就整个人都变了 继哥一直以当年的事作为威胁 不断地敲诈继子 继子为了不拖累食神 只好隐忍地假装狠心离开了食神 在大家的劝说下 为了真正地保护继子 职人不再懦弱 也不再盲目地为妻顶罪 他向南梁警官说出了实话 原来案发当天职人 的确提早回到了日本 只不过在他还没到办公室时 就已经听到了枪声 随后又看到继子 从里面慌张地跑了出来 他进去后 就发现继哥手中紧握着那把 当年从弟弟手里抢回来的枪 拿走枪的同时 顺便也拿走了继哥口袋中 诬陷继子儿子的视频光碟 原来案发当天 继子的确是不想再麻烦前夫世神 独自一人去找继哥 解决敲诈的事 只不过 继子凑不到继哥要求的一百万 向继哥求情 先付五十万 之后再付另一半 继哥因此 再次对继子心生歹意 还拿枪威胁 二人争执中 继子措手杀害了继哥 可以说是自卫 也可以说是过失杀人 但当务之急 是找到已经失踪了的继子和小树 因为继子在回到职人家偷拿走失枪后 就已经做好了万劫不复的准备 果然 在游乐场意外地撞见了飞哥的女友薄美后 继子便彻底消失在四名小学生一起回职人家的路上 听到两声枪响后 职人吓得摔倒在了草丛中 继子和食神赶紧回去搀扶职人 也是因为飞哥和大家走散了 这时他看到抢劫犯大倒的尸体 和尸体旁的枪 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捡起了枪 就在此时 他听到身后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当几人再次找到飞哥 他们意外地发现 原来当时被击倒的人正是食神的父亲 清源警官 尽管当时飞哥年纪那么小 连扣动板机都不会 加上当时的环境 小小的飞哥已经吓傻 但是飞哥一直认为 是自己错了 27年前案件的副本中发现 当时抢劫犯大倒的枪是六发子弹 在全部装满的情况下 逃跑时射向追捕他的警察一枪 但是那一枪并没有打中警方 而是打中了一名姓氏为利元的主妇 而另一枪在森林里逃亡时 同样也是射偏了 只打中了树干 资料中显示 手枪还剩四发子弹 也就是说 飞哥当时捡起枪后 并没有开枪 而因为他当时年纪太小 在恐惧的环境 根本记不清细节 加上他一回头 就看到清源警官被击中 才会背起沉重又罪恶的包袱 可是为什么在飞哥回头看到人影时 就听到了枪声呢 是因为清源警官在当年追捕抢劫犯时 看到了抢劫犯的同谋 同谋想吞掉大倒抢回来的钱 于是杀人灭口 刚好这一切 被刚刚追上来的清源警官看到 本来二人看到对方的面容后 都互相躲了起来 只不过这时 年少的飞哥跟大家走散后 发现了抢劫犯的尸体 清源警官为了保护小飞 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也就在这时 真凶开枪 直接打中了清源警官 小飞吓坏了 就赶紧逃跑了 也就在那时 因为每支枪和弹头 都会查到相应的数据 于是真凶将自己的手枪 和清源警官的枪互换了一下 再回到警局 更改一下资料数据 所以当年几个小孩 从清源警官 也就是石神父亲手上拿走的枪支 其实就是真凶的 也就是说 当年抢劫犯的同谋 确实是一位警察 而27年前 能够更改警方内部资料的 只有一人 就是之前在警务科 如今坐上高位的警局署长 27年后 继子又在和秀哥的争执中 措手杀害了秀哥 而这把手枪 也成了南梁警官发现一切真相的重要线索 只不过 他们都默契地掩盖了手枪 被四人藏起的秘密 毕竟